来 各位同学 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道题目又会怎样来考到我的屏幕大公式呢 学学把一些数秒呢 栽种成了一个尽量大的实心方阵 结果呢 发现还多出了五颗数秒 后来呢 又运来了一十八颗数秒 恰好呢 可以补成一个更大的实心方阵 问后来的方阵 最外层每一条边会有几颗数秒呢 好 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语 叫做实心方阵 那这个呢 可能有对于之前可能没有接触过课外数学的同学来讲 会稍微有点点陌生 咱们举个例子 简单一看你就能够了解了 其实从名字当中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实心方正 方方正正的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咱们找九位同学 让九位同学上下 每行呢 占三位同学 让他们一共占三行 并且呢 每两个人之间 对吧 无论是横着看竖着看 相邻的两个人间的距离都是相当的 那么最后我们组成的这个图形 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用线把它连起来 是不是就是一个正方形了吧 那咱们就把这个叫做方正 那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语 还有叫做实心 那也就意味着实心 那很明显 那意味着还有可能会有空心 那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通过这个图简单一做处理 你就能够对比出来了 比如说我把中间这个人给他拿掉 那么你看剩下的八个人 他们组成的图案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你把外面的线连上 是不是也是一个正方形 但是跟左边图图相比 你发现它里面就空了 空着了 对不对 所以咱就把这种叫做实心方正 把这种叫做空心方正 好了 那接下来给同学 大家就要考考给同学了 如果我最后组成的是一个实心方正 那咱们刚才解释了 那你的每行每列 是不是都得是一样的数量吧 那也就意味着 如果像这道题管理是用数秒的话来组成 那么最后你想要组成一个实心方正 那么这个数秒的总数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呢 嗯 九个 你看啊 这个九个 比如说这个九个怎么来的 我有三行 每一行有三颗 讲三乘三是不是也等于九 那如果比如说我组成的更大一点的实心方正 我呢 有四行 那每行肯定应该就有四颗数秒 那它的数量结果就是四乘四等于十六 哎 你会发现 只要我组成的是一个实心方正的话 那你最后来算这个总数秒 是不肯定用每行的颗数 乘您有多少行吧 嗯 而因为你是方正 所以每行的颗数跟你的行数 是不恰好应该是相当的 嗯 两个一样的数最后成完 得来的数就是数秒的总数 嗯 那两个一样的数成完 还叫什么数来的 平方数 哎 我们是不是还提过 它叫做平方数 对吗 各位同学 好了 那我们这要题的关键一点就找到了 既然你最后前后两次组成的都是实心方正 那就意味着你前后两次在这个方正里面所用到的数秒的总数 是不是肯定应该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吧 对不对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又知道 我最后算这个数秒总数 是不是你有多少行 你每一行是不是有几颗数吧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不妨就把这两种方正的总数表示一下 因为我是完全平方数 那么具体的数值是多少 我并不清楚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通过字母的方式来替代 比如说 最开始我是不是组成了一个实心方正吧 那我不妨设这个实心方正 用去的数秒总数是A方颗 也就意味着它有A行 每行应该有A颗数 那接下来 加上了7的数秒之后 它能组成一个稍大一点的实心方正 那我就不妨设这个大一点的实心方正 它的总数应该用去的是B方颗 也就意味着它每行有B颗 一共有B颗 好了 接下来 第二个教训的观念点 要考考各位同学了 那你能告诉我 这两个平方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想一想 原来的数秒 发现可以组成一个尽可能大的实心方正之后 是不是多了五颗 也就是我把这五颗拿掉 那剩下的这个数量也就是A方 是不是恰好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吧 那接下来 我又用来了18颗数秒 再加上你之前没用到的那五颗数秒 和原来的这个方正在进行适当的组合之后 又能变成一个新的方正 用去了B方颗数秒 那 这两个应该正好差了5加18 非常好 各位同学怎么样 你们像同学这样也找到这个关系识吗 那就是这两个方正的数秒的数量差值 说明应该正好是5与18的核 也就是23颗 换句话说 那就是B方减A方数秒应该等于5加18 也就是23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你看我出来了B方减A方 那虽然马上就应该想的平方差 很好 那么B方减A方利用平方公式讲开 当然这应该是B加A的核乘以B减A的差 应该等于23 不是A减B吗 为什么不是A减B是吗 好吧 各位同学 那你告诉我如果A减B那么前面是怎么提来的 是谁方减谁方 A方减B方 那我现在是B方减A方 你跟我们之前的公式不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大家留学提个请 当我们来利用公式减题的时候 记住不一定要 一定不要生搭硬套 一定要明白 我们的公式就是一个数的平方减另外一数的平方 等于这两个数的核乘以这两个数的差 那很明显你的谁在前面 最后的那个差值是不是也是谁在前面呢 那虽然现在我的B方在前面 所以虽然后面就是B减A 那这能解得出来A和B的值吗 是啊 那这个时候同学们要想 因为我用的是数秒 对吧 咱肯定是热爱这个环境的 对吧 也是保护环境的 咱这个数秒能不能出来什么半颗呀 什么二分之一颗呀 或者三分之一颗呀 这肯定不能的 咱用的是不都用一颗一颗完整的数秒吧 那就意味着你最后组成的这个A方B方 或者说你的每行每列的数秒的数量 是不是肯定都会是一个自然数吧 也就这里的A B 是不是都会是个自然数 那虽然它们俩的核 它们俩的差呢 也是 是不是也是自然数吧 那你想两个数核 两个数的核 两个数的差 算完的结果肯定是两个自然数 乘完等于23 那你现在当然照想 那么哪两个自然数乘完的结果 等于23呢 没有啊 没有啊 有个人根本上二乘一谁 乘不了 三乘一谁乘不了 那你看你二三都是了 那你为什么不往前试一试呢 我还有一了嘛 对不对 OK 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乘23 那当然了 一看这个式子你就会知道 B加A肯定要等于23 B-A等于1 它们俩乘完就等于23 好 这一同学你来看 B与A的和我知道了 是23 B与A的差我知道的是1 那B和A能不能求得出来呀 核差问题 非常好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核差问题吧 好了 那么最后利用核差问题的计算办法 我们可以横一求出来 B等于12 A应该等于11 那自然而然 最后我要求的那个大一点的方阵 它的最外层每边有几颗数 我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因为我一共有140 我的B挡于12 就是为了我最后是不是一共进去了144颗数秒 那就是铺了12行 每行有12颗 那自然而然 最外面的一层 是不是每边就有12颗数秒了吧 好了 那在这里最后 可能有工学如果再讲了更多一点 才会讲 那我去摆一摆 我说老师 这个我发现 这个摆不出来呀 你这个从11 每边为11 怎么能摆成每边为12呢 其实这里有个小的技巧 就是怎么把一个实际方式变得更大一点呢 一般思路就是我在外面再加一圈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还有个思路就是我加半圈也可以 几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这个三的 加成三的这个实际方阵 我呢给它在外面加这样的 几颗数秒 你看我加了一个半圈 它是不是组成的也是一个实际方阵吧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的这套题目 就是用这个方法可以作作而成了 好了 各位同学 那这套题 整体的解析过程的思路 就说到这里了 下面简单看一下解析过程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能够算得出来 后来方阵的最外层 每边应该会有12颗数秒了 那最后 对于这套小题来讲 需要同学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关键点 那就是对于实际方阵来讲 你要能明白 它的总数应该就是一个平方数 而有了这个 我们这套题目 就可以用平方公式来解决